18應該簡單一點,什麼是Inflation 其實就是有一個Persistent Increase 要有Persistent Increase就不會是恆指 因為恆辛指數只不過是一個成份股 其實不可以反映所有的,所以A就行了 政府加稅這個Sales Test其實都是one-off的,我們是one-off 或者我們有另一個Terms,我們叫做once-and-for-all goods的上升 也不是一個Persistent Increase,所以B這個也不行 另一方面就是D這個只是說Air Ticket 就是我們叫這個應該是Specified goods,是某一種 我們都不是整個Basket of goods拍到,所以D這個也不行 還有P Season推高了,所以又是一次性的推高 只是那個boost,所以都不能選擇 但大部份在這個市場的boost和service都 persistently上升呢 這個就很肯定是,所以18應該是C的 是有問題的,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否會超級別的 也就能讓他們控制住了 然後賽斯上,我們現在提供的 如果有一個給予確定,問候選亞 然後我們有所存在,所以不錯